柳君的這個中央軍官 柳志家 哪先請讓人佩靈兩年前 在軍中出塞的案件 上官的行屬所上都沒有起訴 今天家秀開記者會 提出十大疑點 不要再有像我弟弟一樣 年輕的生命消失 柳君中央軍官 柳志家在 軍中掉到到現在兩年過去 家秀情所結束 靠說 柳志家向中央佩靈 王氏 刷丹無國軍 將對行屬所上都沒有起訴 家秀提出十大疑點 其中作為關鍵政機的手機 軍用電腦都因為無法解釋 立宿檢出過無法知道手機的內容 有正前政民中官和下司用微霸凌 不過檢察官政府 沒有說明因素實體物 也無法作為政機 家秀向國防部申請 國防部申請 協表會算一載眼前 另外 軍中管理部東地宿 王志堅 消息江州 還發現軍中裝備報告 必備自己花錢 買了東西 一直到 以失望進行 一萬有三十多隻裝備無保護 但這組也是一分三十億人的 行政調查報告和國防部 來為記憶 無提供給家鄉 以為 優管社欣賠平時 家長不夠多用 死亡之前 從辦公室到他的地方 要來回十六次 來回十六次這樣來霸凌他 在這份報告裡面 的確寫了他有被霸凌 他有被凌遲 那因為偵查的主導權 就全部都在檢察官那邊 那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我們也必須要配合檢察官的指揮 國防部會形 檢察官主導事務法調查 軍方是作為協調各式 比這比中規則 撒好檢訪 加曉加理會 要求中間調查 台灣財政團協會支出 每年有十幾個軍方案 無改善管理制度 軍方就一直發生 因為要中席軍方委員會 記者綜合報道 中文財政團協會